中晋的亡灵会长 林庄严 卢署长 深圳集团的王总 义主任 各位来宾 女士们 乡绅们 企业界的朋友们 及各位同行 专家 大家尚无好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2022年 中国电子烟第六届 规范发展双购 会继首届出口服务发展大会 盛大开幕了 本次大会得到了中国电子商会 深圳市保安区投资推广署 中国电子商会 深圳市场机场集团的领导 大力的支持 得到了格国的使馆官员大力的支持 得到了欧洲电子烟协会 英国电子烟协会 美国电子烟技术协会的大力支持 也得到了格位的专家 企业家朋友们的帮助和指导 请允许我代表 大会的指办单位 中国电子商会 电子烟装业委员会 对格位领导 格位友人 国际朋友 格位嘉宾 格位同行 专家们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放音 和冲心的干线 电子烟管理办法 已以2022年的5月1号 进行实施 将管政策的出台 有望从根本上 决决中国电子行业 无需发展的一系列的问题 有利于促进 中国电子 电子烟行业规范化 法制化 诚信化的发展 在当前的环境下 充分发挥 良界企业 与监管机构的 桥梁作用 增强服务意识 强化自力管理 规范费烟的行为 就是中国电子商会 的核心工作 也是我们中国电子烟行业 专委会的责任 和中心的议题 深圳是全球电子烟行业中心 承载着全球90%以上的 电子烟供应 回顾2021年 长球电子烟市场规模 达到了800亿美元 出口达到1383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180% 伴随着出口业务的 飞速增长 物化行业的 蓬勃 超级的活力 为国家出口创费 做出了应有的共享 中国在物化行业 正在关键的记忆期 市场的环境 在逐步的规范 行业的标准 在逐步的明确 底层技术 也在不断的创新 中国物化产业 在出口的领域 将继续保持得良好的 发展势头 并可能迎来了新的一轮增长 本次大会 旨在为 电子烟出口企业 提供政策的双管 产业的 产业链的配套 国际政策的防禁支持 产品与自私产权的 认证等服务 为电子烟企业更好 良性而长久的发展 做出了指引 在这重要的发展时期 专委会始终坚持 国家利益至上 消费者利益至上的 核心价值观 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 进一步助力费养企业 开脱国际市场 开脱国际业务 促进贸易交易 为企业与国际市场的搭降 对接和沟通 起得桥梁的作用和平台 这次大会是国内外精英会集 强所未有合作复补 寻求多盈的盛会 朋友们 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 专业的精神 以诚信为本 依法守法 守规 务实开拓 沟通探讨 分享经验 为物化产品 保持 防荣发展 为伟大的祖国 富强 做出我们 新的共享 充充足量 本次大会 养满重工 充充足量 以会的朋友 身体健康 工作愉快 谢谢